据今日印度13日报道 塔利班发言人扎比胡拉穆贾希德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 多年来 他一直居于卡布尔 就在对手的眼皮底下 据报道 由于穆贾希德此前从未露面 有人猜测他可能不存在 甚至怀疑有一个团队在扮演该角色 穆贾希德表示 美军经常打听他的下落 发动数十次行动 但他多次从抓捕行动中逃脱 以至于美国和阿富汗前政府以维吾尔亚根不存在 是个虚构的人物 穆贾希德称 他的前任被捕后 他成为了塔利班的发言人 他经常能设法掌握塔利班前线的最新信息